记者杨新城台南报道, 曾缔造一年百万观光人赐的北门水晶教堂, 延当三年, 终于获得台南施工物局和发建筑执照和使用执照, 9月中旬将举办一场浪漫婚礼, 也将聘请指名的日本光雕公司为水晶教堂园区晾身打造光雕新造景, 原家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已与水晶教堂委外经营团队一张文创完成点交, 业者提报营运计划书, 一张文创董事长陈建章说, 未来将把水晶教堂园区规划成户外婚礼广场, 引进光雕厂商进驻北门, 且结合文创市集, 一日游, 二日游行程, 带动滨海观光云观处处长徐震能说, 游客现在利用北门自行车道, 由北门出张所, 盐工宿舍群, 洗笛盐工厂, 水晶教堂到井仔角碗盘盐田就可来趟盐夜文化清旅行, 很高兴在地方期待下, 水晶教堂取得使用执照, 从井观装置艺术正式成为合法, 安全的建筑物, 期许经营厂商未来发挥创意, 以企业经营模式再度带动北门下一波的观光热潮, 为地方, 畅商和云管处共创三营, 以阎山一项打造的水晶教堂, 为在北门婚纱美帝的东南角, 在2014年10月18日以集团婚礼举办开幕创造观光话题后, 成为当年全台最热门的景点, 因后来旅游退烧, 云管处赤字为水晶教堂为整形, 更二度投资改造水晶教堂园区, 新增步道, 改善景观池, 草地, 还兴建罗旋天幕装置艺术, 岂能再创水晶教堂园区观光热潮, 但建造和使照持持卡关, 如今总算解套了, 感谢观看